我是王詠儒,是今晚這個講座的主持 今天的《通識沙龍》是由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所主辦的 今天的講題是《社運創傷和心理治療》 這一節的講座是我們這個學期最後一節講座 我們每一年的《通識沙龍》都有個主題 今年的主題其實是《時代的抉擇》 是討論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代面對不同的處境 我們面對什麼抉擇,我們又可以作出什麼回應 我想香港由2019年開始經歷了很翻天覆地的變化 由去年的反修例運動或者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我們有很多變化出現了 無論是生活上,例如我們的講座以往都是實體舉行 現在變成網上 也有些可能是看不到的,在心理或者情緒上 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葉劍青先生 他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 他今天會跟我們分享 香港人可能在面對反修例運動 可能面對的一些情緒的創傷 可以怎樣處理或者面對 那葉劍青先生他很熱衷於敘事治療 他也很關心香港市民的心理健康 他組織了一個義務的心理學家團隊 應該叫做良心理症的召殺人 他說他敘事實踐的願景是發掘隱藏的故事 暴露無形的壓迫 抵禦滲透的權力 擴大微小的聲音 我想這個講座很吸引 對於香港人來說 也是很應景 也很想幫助 希望葉劍青先生的分享 幫助我們怎樣回應這個社會 時代的問題 事不宜遲 我再交時間給葉劍青先生 好嗎? 謝謝你 謝謝 Dr. Wong 在這裡想分享一下主要的題目 也希望最後有些時間 可以跟大家聊聊聊天 大家一起集結大家的智慧 其實這個 講座的時候 最初安排應該是去年年尾的 原來沒有記錯的 想著疫情中間 又拖延了 差不多一年之後 但是又回到11月 我覺得仍然會有意思 其實11月就是中大理大事件 但是昨晚其實我 在準備今天講座 也有些 有些唏噓的感覺 也有很多記憶 我想這個事情 是不是我們應該 除了說話之外 我們有時候也用沉 或者一些紀念的時間 但是今天 在10月19日 中大原來是畢業禮 看到很多 同學 也都是 仍然很有熱情 和力量 我又好像 有點鼓舞 可以繼續 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主題 我跟大家分享 畫面 看看我的PowerPoint 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也是去年 去年 那個 我今天的主要分享 就是剛剛所說的 原本中文的名稱 社運創傷 和心理治療 但是 其實主要 我應該叫做 集體創傷 還有 心理治療有很多 剛才都說了 較為熟悉的 是一個 聚事治療 或者聚事實踐的手法 我都會 這方面講多些 臨美院討論 大家想 聊一下 其他心理治療的方法 我們都可以講 先講一下 我們當前面對這個 我們叫做 這個 就是 精神健康的 crisis 的危機 其實是去年 飯修律運動之後 大家都 很留意的 那時候做過一個 research 在 刺針 醫學的 周行那裏 看回香港 一個很大的 一個 精神健康後期 有200萬人 都是 有機會的study 看到是有 創傷 創傷後壓力症 PTSD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那 是的 就 推算有240萬人 可能有 抑鬱症200萬人 有創傷後壓力症 就算 可能到醫療程度 可能 當中有五分一日 都很多 有幾十萬人 所以 我們是 面對這個 這個 這個 近期有另一個 research 這就是 港大 HKU的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精神科 那裏做的 他們有一個 做了一個 應該八月份 有一個發佈的 這些是 methodology 我都不說 主要都是探討 做了成 有沒有 這裡的有沒有說 一萬個 一萬一千個 參加 參加 他們有 一個 自己測試 他們在網上填 大家遠上填 也有 這個 連結 有一個 叫做 深知流 做出來 就找到 41% 的 參加 這個 問卷 就有高層,不是一般層,41%有高層BTSD 而74%就有低層BTSD 就是由中度到嚴重的一個抑鬱症 所以你看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其實我們不用看那個研究,我們就這樣看簡單的數字 疫症五千多人受疫情感染,一百多人過身 但你看反修例運動的數字,也很驚人 現在我們忘記了,我記得年底的時候 只有一萬煤催淚彈發放過 還有一兩萬橡膠子彈,其他報代彈 現在有一萬人被捕 接著就有二千多人被檢控 你想想我們七百個人,香港七百萬人 七百個人就一個人被捕 身邊也有機會有朋友,朋友 都是牽連在這個運動之後的一些情況 情境裡面,這些情境裡面是對我們的日常生活 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很大的影響 所以有這個心理創傷和創傷後壓力症是一點不出奇的事 這裏也想講講用這個醫學角度 或者我們一般無論是精神科醫生 或者我們心理學家 就用這個叫做DSM 現在出了第五版的 就是一個診斷去做一些檢查 來判斷是否有創傷後壓力症 PTSD 這裏也可以讓大家知道 你想看看自己 除了剛才做的自己檢查之外 也可以幫自己看看 第一個檢查是一個壓力事件 就是一個壓力事件 壓力事件就是我們遇到死亡 或者接近死亡的經驗 或者可能是身體重大創傷 身體實際受傷的機會 或者是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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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或是經歷或是經歷的機會 都很大機會 就是這個壓力事件出現了 就看還有沒有以下一些情況 就是症状有沒有自己經歷一些例如說 例如說 創傷後壓力事件 很特別的一個就是 比如說 有一些腦海的回閃 就是身體 無論是在身體上的一些 體質的反應 或者一些腦海的影響 某些知情的形象 有一些突然出現一些記憶 不想突然就出来 不斷發惡夢 或是剛才地說灰閃 就叫散熱絕 glaube 某些影像經歷跳嚕 甚至可能是在 process 或者有工作 或者上馬來課 然後帶來很多情感情 就是感情 gym 驚掉 以及身體的 包括一些軟體 特別是提到 痛恨沛時 例如一些回閃的影像 例如一些聲音、氣味 我們也接觸過一些求助者 聽到某個聲音 馬上回想到某個經歷 經歷威脅到自己生命的情況 那一刻是沒有事 可能是電梯的聲響 有一位求助者可能是在地鐵 每次見到地鐵 又會來勾氣的畫面 聽到閃門聲 心都會寒氣 或者忍不住情緒的爆發 另一位求助者也是經過某些避點 例如隧道受到襲擊 他要避開 這是第三個概念 例如避開了 就算是影響到日常生活的一些情況 可能都因為出事的地點 可能會避開 這是身體的 但有時候有個情緒上面 或者一些都想避開 想起都不想 這很嚴重避免 甚至影響了日常的工作 至於一些思考上 或者情緒上受到影響 這些都是很多時候會出現 這些負面的想法 這些事情看得更加灰 或者一個很常出現的就是怪自己 這個都是在這個 反修理運動裡面 之後的求助者 雖然有很多時候出現的 很多內疚地怪自己 或者就算我們有些未必去到很 但有時候日常生活裡面 可能我們都會有這樣的經驗 想法 這些都要留意 另一個就是 可能會覺得被孤立 或者覺得其他人都不明白我 這種想法 這些感覺也會加重了這個症狀 原來就是那個 其實創修壓力症 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其實有六點關於 就是那個 身體的反應 突然有些生理的反應 突然是提升得很重要 這裡有說到 譬如你可能 那天經常都保持一個很緊張 很容易 就是一個寒憤的狀態 那就影響到 譬如睡不著覺 集中不了 這些其實如果在 大家遠近你睡不著 都可能在當中其實 可能有需要 其實我們這個心理學 其實經常說就是一個 Fight of Fight Syndrome 其實那時候 那些身體那個 那時候的情緒的調節 是為了面對一些 一些很突如來其來的處境 或者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的處境 就是要走避 或者出去打 或者走避 或者一些 危險的情況 但是去到日常生活 這些身體的反應 還是情緒的高度 如果有一個活躍度 還是在這裡的話 就變成適應日常生活 就很困難 這些都是一些 創傷後壓力症的特徵 到第六點 就是一個時間都是一樣的 其實一般如果說是 如果一個月內都會有這樣的反應 其實我們就不會叫做一個 PTSD 只不過叫做一個 Acute Stress Reaction 就是你是 因為經歷一些 這麼威脅到生命的事情 你會有一些反應 其實都是屬於正常的 只不過太長的話 甚至去到 PTSD 影響到你日常的 上班上學 日常的社交 的一個 功能 社交的適應 這個我們就叫做一些 重要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們就要求助 要處理 那時候我們 若樂園想檢查清楚一點 這個就很簡單的一個 一個介紹 都可以有幾個 他們好像還在運作中 去到這裡 你可以去到一個 Self Assessment 有幾十條問題問 你回答了 他會出一個答案給你看看 你這個 抑鬱症的情況 和PTSD的情況 你可以參考這裡 這裡說的是個人 這個 就是有TRAMA 我們 其實剛才說一些反應 其實有時候如果TRAMA 其實可以帶來 有些譬如經歷 我們 我是臨場心理學家 我每天都會見人 有時候我 我也同時 都看到一些較為長期受到這些 例如 Abuse Physical Abuse 或者其他一些 Wonderable的情況 有時候可能會發展 不單是PTSD 可能有DID 以前就叫做Multipassion Multipassionality Disorder 就是一個多重人格障礙 現在就叫做解離證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些都是要專業求助 其實遠做 心理治療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精神科醫生可能有medication 我們治療都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可以幫助大家 一些較為普遍的 我都列了出來 有些CPT 例如是療法 EMDR是專門對TRAMA 是有不同的方法 一般叫做眼凍治療法 它叫做 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擁有什麼 TRAMA有時候 因為身體有的反應 Somative therapy 也是會做的 所以其實剛才提到良心理證 我們一群義務 或者是臨場心理學家 都有教育心理學家 都組成了回應大家的需要 其實我們較為早的一些 一個專業團體的回應 我們應該在612之後 116之前 應該大概是614615 就是梁先生犧牲了 好像明天我們成立了心靈照顧站 在616大遊行的時候 我們有實體的街站 主要我們都是做網上 以及有WhatsApp 有電話 我們有支援 做一個電話的 首先第一個Screening 做電話的支援 支援 接著我們有一個二層 可以說是一至四層 不過做了一年多 我們做到今年7月底 我們最後就停了 因為都是人手的情況 都處理了很多格局 不是說人次 我們都接受1000、1000個投助者 就是電話和實體電話 所以都很感謝其他Volenteer的朋友 心理學家的朋友 比美小型NGO 但其實梁心理政不是在反送中的時候 在這個運動上成立 其實我們在散後的時候成立 我們之前較為做一些 都是媒體的事 你可以說是一些 因為我們的宗旨就是 希望香港社會可以 大家有一個好一點的新心靈的狀態 但是那時候都跟我們現在經歷的東西有點相似 因為這個就是很早期的時候 跟RKHK合作 就是我們就做了一個 就是幫忙做一個 叫做社會心理學的試驗 有YouTube看的 不過我想我們不是今天看的 就是針對什麼呢 叫做習得無力感 Learn the happinessness Trauma 剛才說的PTSD DIT那些是嚴重一點的情況 但是有時候整個現在的社會形勢 就是一些貓的Trauma 其實我們有很多這些 無論不同的負面的情緒 可能有這個無助無望無力的感覺 我們也會有寫一些文章 這個都是在報紙那裡寫 都是針對這個無力感的 我們就是給一些提示 給一些support 跟大家討論一下 那你也回應一下那個 那時候都是 2016、2017年嘛 DQ到現在都還沒停 回應一下那個社會的現況 如何影響我們 處理的一副面情緒 例如恐懼、憤怒 我們都有文章提到 我們亦都做一些 這個是2019年的時候 都反修例運動被爆發之前 我們都做一些 都是寫一些訪問 訪問一些大家 有很多不開心的東西 或者無力的故事 但是當中其實 我們好像都是敘事治療的精神 想發掘其實 大家其實是否在回應 都在做一些事情 譬如這位朋友 有時候仍然覺得要敢言 要堅持下去 來回應一些社會不公義的東西 這個那時候都是 反修例運動被爆發前 那個heading都說了 其實那時候都挺 挺慘的 其實這位朋友 在消極之中 但仍然要積極地拖慢社會的變懷 那 仍然很有堅持的精神 但是看到那個 都很擔心香港的情況 那時候就是這樣 但是那個時候 我們都是做這些社會教育的事情 怎料這麼重要 就是19年下半年 這個反修例運動被爆發出來 所以我們都在這個站停了 我們就變了回應大家的情況的需要 剛才說了這個 少許的 就是 就是 individual trauma 但是一個社運創傷 其實不應該叫社運創傷 就是社運其實不一定會生產創傷 就是在某個環境 就是社運遇到一些回應 例如增壓 或者其他一些情況之下 就是社運想爭取的東西 得不到 在經歷裡面有其他東西 就會有一個集體創傷 這個集體創傷也不限於社會運動 其實集體創傷以往較為 多些說其實是說在災災 就是一些天災日禍 例如大火 上個星期香港也有 或者一些風災 或者之前南亞海嘯 我們這些心理學家都有幫忙 就是會做一些工作 這些都可以帶來很人 因為這個突然是處境很大的改變 就會帶來這些創傷 不過有趣的 PTSD最初在我們DSM 就是去到 叫做PTSD 以前是 有個原始點的名字 叫做Shell Shot Shell即是背殼 但也不是背殼 Shell是炮彈 就是那時候都是 都是針對 那時候最主要的受創者 就是那些軍人 好像應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事 很多軍人就回來的情緒 或者那個狀態 就是軟了 就是適應不了身 就是被一些槍彈嚇層 所以都配合 泛修例運動的情況 如果針對這個集體創傷 其實都有一些做法 其實就不僅僅的回應 其實就有一些小組的回應 在早期讓我們做一些 譬如天災人和事件 或者外國都仍然在做 我們有一個 叫做CISD 有些 不知道有沒有社工 或者Counselor 朋友可能都 都學過 或者參與過 就是 就是 做一個Debriefing 或者這裡有解說會 其實就是Debriefing 就是 解說會 就是說 經歷了創傷 或者經歷了 那個事件 一個災難性的事件 大家就坐下 做Debriefing 或者做一些簡單的 一些講述 然後再教一些簡單的方法 怎樣 照顧自己 當然有更重要的就是 要用Debriefing做求助 原來 近來 後來 早期就做CISD 多 後來這十多年 就做Psychological First State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小組 認識來回應 所以 集體創傷 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做一些小組 這個集體創傷 亦都有一些 研究的 不過這個 不是香港做的 有兩個研究 我都想講一下 它的意見 這個 也有一些 Journal 這本應該都是 中大讀書本 有的 好像都是在 這個研究 那就是 叫做 創傷 一個Journal Traumatic Stress 就是創傷 有壓力的一個期行 那麼它呢 特別呢 就是想對比 在那裏就是找了一個 做一個 做一個 Natureal Disaster 就是例如 它那時候做是 地震 還是風災 那種 對比就是一個 Social Violence 它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 有兩三個地方 我們分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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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區域那個 就是背景接近 有些 控制 要 然後 然後 有些經歷了Social Violence 有些經歷了 那些經歷了 那些經歷了 都是安靜的人 那看一下 對他們的Mental Health 的影響是怎樣的 那發覺呢 原來 Exposure to Social Violence 它那裡 應該是一些 Tribe之間 Tribe與Tribe之間 那種 衝突 其實 我們 一會兒介紹 我們 講序事實踐 都做 Tribe 都做過 其實原本 在 在 原本今年 我們一個叫做 序事一個 的International 國際 Conference 就是 開在非洲那裡舉行 做一個其實 種族屠殺 那時候 都成十多年前 就是 那時候在 這個 大家可能 年齡 有分心上 記得 就是 那個 那裡 都死了很多人 大屠殺 那裡 我們都 有一些 聚事實踐的朋友 都去那裡 做 發覺 Social Violence 對人的 mental health 影響 嚴重 一些 和 很長時間 的 他就說 最主要 就是 影響到 特別 那些 小朋友 那個 可能會影響 Effect regulation 調節自己 那個情緒 或者那個 impulse 控制都會差 為什麼呢 就是 他看到那個 連繫 因為影響了 sense of trust and security 影響對人與人之間的 那個信任 和安全感 這個是很 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你天災人禍 你或多或少 就是 天災應該不是 人禍 就是天災 你覺得 控制不了 打台風 或者地震 不是人 但是剛才那些 說人與人那些 衝突的事件 屠殺事件 那些 就是 很令人 對人 對第二 可能一個 接近的 community 的人 剛才說的 可能是 一條村 是 住在一齊 隔離村 突然 可能 這麼恐怖的事情發生 所以對 人際的 trust 和 security 都是很大 遠之道 這也是 我們在 應對的時候 可以留意 有另一份 我沒有 說出來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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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就是 研究 這個 我手頭 沒有 說出來 這個是 他就是研究 在埃及 那時候 都有一個 民間抗議活動 在12年的時候 然後 之後 又好像被打壓下來 有很多 藝人 都有一些 困難 他專門分析 經歷過 一些 困難 都不只是 困難 突然覺得 沒有了 社交動態 之後 那個情況 很多 失望 Hopness 也有很多 剛才說的 資料 有時候 可能他本身 團體之中 都可能 自己瓦解了 都是 經歷了很多 人與人互信的失去 這些都是一個 就是 你看到這些 可能是一些 就是 社會運動 之後 可能有 那個 或者那個 要留意的 那這裡 我再介紹 如果用罪事實踐 可以怎樣做 即是 序事治療 回應 集體創商 是怎樣做的 其實很早期 這個 我的老師 或者 在序事治療 那個 創始人 就是 密特懷特 Michael White 澳洲人 對 加特尼 澳洲人 都有 很講解 一個 在序事實踐 放入 社會 社會 怎麼做 在那時候 中心 叫做 澳洲 做很多 社會 的工作 大家 在圖片 看到有很多 雖然皮膚深色 不是人 那些是 澳洲 土著 澳洲 澳洲 有很多 很大的 他們 有很多 一些 常見的 可能在香港 社會 或者在其他 不同國家 社會 會看到很多 可能這些 罪犯 罪犯 乳酒 有很多 有很多 看到 他們 很獨立的 情況 都影響到 身體 影響到 他們的 面臨 在 這個 大家知道 這個 很特別 香港的 壽命 無論是男女的壽命 都 全世界數一數二 都不低 澳洲的白人 應該都去到 七十幾 八十 原來這條 是只有五十多 兩 因為很明顯 不是 子彼的 有很多 公司 環境 或 可能是 跟不上一個白人的文化 所以他們專門 是居住 很多 組織 所選擇 專門出書 這裡 就是 集體 專門 集體 这本书介绍了很多方法,我今天都不会讲完,我外面会有教罪事治疗 我会讲精华,特别按trauma,我们会讲 trauma是讲transformation,trauma to transformation也是跟中大有连细的,創商同学会做一些讲座或展览,希望有些改变 好像现在在深水埗都有一个展览一体,一百故事 那我们trauma经常想着如何转化,如何转变它,有这个感觉 序事其实是一个很契合的方法,在这里介绍,因为序事故事 小组回应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小组,有些可能针对你的思想,针对情绪,针对行为 序事的世界观其实针对你的故事,每人经历的故事,经验的故事 但你留意,我这里讲的故事不是一个故事 我们经常留意过听聆听或者聚述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想多过一个故事 不是一个故事,所以是story with an S 就是多过一个故事 那为什么我们对故事这么有兴趣呢?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经历了自己生命的一些经验 就会将它凝聚了关于对自己的看法 透过故事理解自己 透过故事理解自己,有没有一个 就是make a meaning 我经历,我经历原来我就是一个,比如 有很多勤力读书 一直被老师一炸,成绩有高分 那你identity,我就是一个勤力的人 那你随着这个勤力的方向 就在大学或者出来工作 就是一个故事线 但是其实你身无论有其他故事线 有时候,一个主要的故事是这样 其实我们有时候忽略了其他故事 特别如果当被困惑影响的时候 或者被一些情绪影响的时候 我们就记住了那个情绪 或者那个,很多时候反应就是PTSD 很多时候反应不行 其实是不是我自己弱呢? 其他人经历了同样,窗淋淋雨 又没事的,为什么我这么害怕 听到,是不是? 接着就给了interpretation 接着可能配合自己的生命 其他事件,原来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人 我就是一个没胆的人 反而是那个meaning 自己给了不同意义出来 那个 关于自己,怎样看自己 那叫identity 看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 那里往往形成了 即是你叫二次相爱 或者形成了自己 一个personal narrative 怎样看死了自己 这个也是一个 即使这个symptom 本身已经令你那个 即使你日常的分数不好 刚才说了多少 PTSD的 但如果你再加上自己 叫做identity conclusion 对自己这样的阅读 那就再是 但是没有了力量 没有了能力来回应 或者叫cute myth 即是处理这些 那有时呢 可能就算 individual 求助呢 都可能墮入了另一个问题 有时我们 做helping profession 无论cancelor cpu 或者西光 陷入了一个 可能叫做sign role 即是转了在里面 所以随时很留意每个人 有不同stories 即就算这个时期 他被这个情绪故事 被这个创商故事 捉住了 但其实他一定是经历过 其他的故事 我们都会很留意他 我们都留意 这个故事呢 不是 是一个真空状态 那里呈现 即一定有一个 一个叫做 社会的状态 有一个历史 有一个环境影响 即就算是 根据社会运动里面 根据創商 你看这个 刚才也有研究 你和一个天灾 经历过創商 其实是不同的 所以那里其实 有很多不同故事 比如 运动 可能说 你都是有些事情争取 那里其实 有很多珍贵 显示到精神 坚持的故事 如果你只是看到 他那个 就是 創商的一面 他那个 抑鬱的一面 他那个 那个 无助的一面 所以我们会留意其他 很多不同的故事的变化 所以 故事 是会改变 是不连贯的 是吧 就是一方面 可能好像很 很害怕 但是去到某些情况 就算在去年 下半年 突然很勇敢 又面对出来 觉得 这个情况要救人 怎么样 所以 其实 其实不是 一个固定 不变 你一个 的 identity 就是回应 那个状态 回应 那个事件 所以我们都会 就是 你如果探索 故事的对话 我们这些都会 留意 这个 context 或者环境 留意 这个 history 留意这个变化 所以这个 story telling 也不是就这样听 因为是 你会问问提员 做一个 interviewer 或者我们做一个 教授 或者我们做一个 个过程 会一个访问 或者拿一些资料 拿资料过程 已经成为了 一个叫做 inter subjective 就是互动 不是完全客观 就是 你只是 刚才填那个 自己 assessment tool 自我评估 就这样填了下去 就给了答案 也是透过互动 或者叫co-construction 供购 从新 能不能找到 一些新的意义 走出来 这个就算是 其他的一些 不一定是说 社运动 就算是depression 就是同样 经历depression 这些屈症的人 他可能有些不同故事 可能有些 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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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里面 他可能对 家庭 对先生 太有期望 就是 对英语 有些期望之下 哎呀 哇 医屈了 其实又有一些 很多 family relation 所以一定要 看回那个状态 看回那个 環境 看回那个 人的历史 不可以 譬如 每个人 医屈症 一大人 都是医屈症 可能吃药 也是 都是调节 有不同的药 可能和人 都是interactive 去到 therapy 的层面 特别在序视的眼光 就更加会着重 这些 所以看成对话 共构 共同建构的过程 那我们看回那个 Start Park 我们会看到有很多 这些 星星点点图 就是我们 譬如他现在 可能有一些 刚才说的一些 负面 这些星星点 是一些event 下面的时间线 就是在不同 事情 时期的不同 event 可能在短期内 刚才说的 要讨论 PTSD 例如 有时候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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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有些 有些事件 你便 有一条故事 就是他有PTSD 但我们 很多时候 要留意 有一个 Story Line 一个 event 透着不同的时间 有不同的 theme 其实我们留意到 可以有不同的点 可以组成不同的故事 例如他可能 有一些 有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 emotional problem 就是可能 一个创商故事 但另一个故事 可能同时 他可能还是 找些东西做 或者是积极 在帮助 家人做些东西 或者是积极 他的工作 做老头人 或者是积极 比如黄色经济圈 老头人 有些故事 可能他还是坚持 或者做一些东西 这些 一样是 对于他个人 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些我们 都是要留意 都是要 跟他发掘出来 但有时候 有些事情 会遮掩 某些 culture 某个环境 某些 某些 某些角度 不可以这样看 某些说话 不可以说 可能会遮掩 我们 可能发掘到 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 随便做一个 聚事实践者 聚事治疗师 都要留意 这些 不要遮掩 我们找到 其他故事 这里说 这个图 就说 不止一条故事 只有一条故事 那找哪些呢 也是聚事实践 聚事治疗的 一个 弱点的位置 那么多故事线 我们谈哪条才对呢 我们说共同建构 很多时候 我们 就会和 那个 求助者 一起 一起谈谈 究竟我们 发展哪条故事线路 但是也有些 概念 这个就是 麦克威 他差不多遗作了 麦克威 最好可惜 2008年 他很早已过生 这个也是 我们可以说 我们的试图 就是说 治疗 治疗 至少有 四五个图 这里都没说完 应该有别的书本 别的地图 这些对话地图 就是它不是 那些地图 说我们怎样 可以帮我们 就是 就是实践者 或者治疗师 如何跟一个 人 一个对话 但是 我这里都不会很 详细说 但是我会说 一些外化 因为可能大家都 有机会 给你自己 应用到 或者帮到身边的人 也会说 一些最后面 那个就是 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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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根据 这个 就叫做 problem is the problem person is not the problem 这个 这个根据 看来好像很简单 就是 人 不是问题 问题 才是问题 第一个 这么简单 有当中的智慧 对于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 我叫做 paradigm shift 就是我的 term 就是 梵式转移 有时候 原本就好像是研究 科学发展 Tomas Kuhn 大家都经常说 梵式转移 或者你看到他 我们未必是 学序事实践 一屈的人 他容易悲观 悲观的人 或者他很容易 软弱一些 受不到惊吓 他是一个 很容易受害的人 其实看到problem 看不到person 所以刚才说 问题是问题 人不是问题 重要性 要将人和问题分开 我们要看到 跟人 person 对话 对话 如何实践 不是被问题 故事线位 是被问题遮住 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很新的意念 我想大家一定看 也不少人应该看过 Inside out 迪士尼的漫画卡通 大家还记得 人可以有很多不同情绪 情绪 情绪不是特别人 情绪 譬如这里就显示了 这个就是外化 可以看成一个外化 拉出来看 有不同的情绪 起码 用卡通电影来说 有五个情绪 我都忘记了什么 这应该是Joy 阿罗 又有阿仇 仇 是吧 有Anger 火 但这个也值得留意 外化了情绪 这些都重要 我们仿佛 以为 譬如这里这么说 有一个好的情绪 正向情绪 就是好 你记得电影 有时候 所谓不好的情绪 Satness 又能帮到Joy 是吧 Anger 又能帮到 其实你有不同的情绪 在不同的时候 有不同的作用 是吧 例如说Anger 有时候觉得你Anger 就是一个破坏 好像不好 就是影响自己失衡 是吧 跟人容易冲突 好像负面 但我记得 有个比较说 保持粉浪不能麻木 可能有它的意义 就是在不同时候 不同的情绪 其实可能 帮我们不同的事情 所以这些都是要透过 对话 特别 不是它遮掩了 不要看成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罪事 一个很重要 不要 所有东西都看成 Pathologize 不要病理化 病态化 甚至不要individualize 首先说一个集体的创商 其实要集体的回应 不是个人 这里也想到另一个 漫画 这是一个长篇的漫画 Mathiel Johnson 他是一个插画漫画家 他直接说depression 的例子来说 这个爱犯 他本身不是 最似治疗师 但他本身就应该是 真的有depression 他直接外化了 在漫画一会看到 都是将他外化成的 一只黑狗 这个其实都容易找到 这个好像世卫 在WHO 作为一个 depression的教材 你搜寻 I had a black dog 我怀疑你都可以搜寻到 一些 刚才一会发展出来的漫画 甚至好像有些youtube 那么他就说 这个你可以看成外化 黑狗一早起床 没有明显原因 他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中译了 原文应该是英文 不分任何场合 就突然来访问 令他措手不及 这个就是depression 的symptom 一起床 可能你会找到depression 他会令他感觉 比实际年龄老 愁眉苦面 令他就对愉快的东西 愉快 原本愉快的活动 放风筋 都不好玩 这个也是 depression 例如有兴趣的 有兴趣的 有兴趣的 都突然没有兴趣 破坏你的食欲 令你失去专注力 有些都是 有兴趣的 令你没有自信 去到一些社交场合 都不敢和别人说话 不敢出声 或者觉得自己 说些鬼话连篇的事情 都不正确 破坏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他一直是外化 黑狗就是depression 令他睡不着 三点多 不停想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然后质疑自己 更加不开心 不开心就更加质疑自己 一直都睡不着 日复一年 年复一年 黑狗越来越强大 就像个depression 外化成黑狗 但是他又会 他说救 他想反击 想抵抗 但不行了 因为一球太庞大 一下子就抵抗他 更加觉得 倒地不起 和人隔离疏离 只是面对的就是黑狗 是很惨的情况 这个就是 軟 internalized 黑狗好像占据了 黑狗成功绑架了恒生 倒地不起 无心活下去 所以为什么要把黑狗拉出来 就是要看到 不是自己 他自己是有能力 那麦克弗·杨森 说回自己 他也有觉醒 就是发觉 黑狗 原来成千万的品种 不是影响他 一个人 影响很多人 就是这个刚才说的 就是 feeling isolated 也不单止是 pdxc syndrome 而是影响很多负面情绪 其实 为什么一个集体会议 那么重要 就是重新 连续人与人 连续 你不feeling isolated 他开始揭避 甚至跟别人赶 发觉 当你和好友 家人分享的时候 这个成为救生 因为对 pdxc 或者其他 负面的情绪 症状 首先 就是保持了自己 秘密 不然 那个病 或者 这个问题 就会占据 他发觉 把黑狗放出来 比关起来 好得到 慢慢就会 教黑狗一些把气 远离黑狗 做运动 他 甚至说 重新评估人生 承认问题存在 甚至 擁抱他 就是 黑狗也不是一个 敌对状态 甚至是 曾经所说 你有这样的情绪 有这样的 不好的情况 你就一定是一个 战斗状态 反而 你和他共存 你和我们的情绪共存 但是 刚才说 我们不外化他 不拉他出来 不找到 应付的方法 他太庞大 你抱他 也抱不住 但是他找到方法 不单是拥抱他 甚至可以 叫做 信服他 训练他 透过他 有些方法 透过幽默 慢慢信服 甚至多谢他出现 很多事情 可以透过外化的方法 可以 帮自己面对 甚至不是一定坏的事情 有时候 可以研究一下 自我对话 其实都可以 有些好的事情 我坚持到 我为什么坚持到 其实 坚持和你的关系 就是 刚才说的 time dimension 不是现在一刻 我小时候 原来我 都有坚持的一个 习惯 或者学到 有些朋友都坚持 现在我就坚持下去了 一些类型 也都可以 外化 problems between people 也可以 我自己的工作 有时候 我也有 五分一 六分一的个案 来做 妻癌 therapy 其实都是外化 这个 就是 夫妇间 伴侣之间 的冲突 矛盾 为什么外化了出来 那 伴侣便可以 站在同一阵线 如果不是 他们双方等 敌人 这样 你打得很重要 原来 看到 共同的敌人 就是 恶性循环 就是他们 关系的 恶性循环 你便找到 方法 可能再 可以谈得出 一些好的方法 这个都是 carpotherapia 一些特别的 所以 很多东西都可以 外化 但是 什么阻止我们 有时候 外化不了 或者看不到 刚才说 看不到 这些东西 有些星星 怎么怎么看不到 只是看到个问题 遮掩了个person 自己都遮掩了 有个比喻 有时候 雨在水 都不知道自己在水里面 人在什么那里 不知道 有些人打空气 有些时候都不容易呼吸 呼吸 在这里说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在序事那里 都会有说 deconstruction 就叫做解构 就是说 有时候 很多时候 某些 叫做 现实世界的东西 就 tip for granted 觉得好像不变 就是truth 就是tip for granted 一定必然 所以 解构 或者重要解构 好像深一些 deconstruction 有时候 我们用简单 叫unpacking 看清楚些 究竟 有些什么context 会产生 这种情况 有什么history 会产生 所以 他就不会 看成一个 譬如一个症状 就是 必然是这样 影响的人 其实可能 在某一个环境 某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 这么多 创伤压力症 那么多 集体创伤 其实是不是 香港现在的独特 环境 抹杀了他 只是针对 刚才说 都是重要的 是mental health 的情况 但每个 就是individual treatment 是否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错了呢 这个就是在解构 那里 我们会留意 看 这个也是在 序事实践里面 会说的 看什么解构 就是解构 大序事 Meta narrative 或者一些 叫做 professional narrative 也是 像中序事 那样的大序事 大序事 大序事 如果我们不要看 上面那些 高层次 这些 我们可能看不到 每个人 听不清楚 每个人的故事 每个人的经验 听不清楚 看不到那个人 而是记住了 大序事 限制了我们的观点 professional narrative 有时候也是 我自己觉得 做了CP都一段日子 有时候 就算说 隆重心理学 的training 有时候 可能会特别 强调assessment 去做treatment 我们要评估 去评估 去评估 去到治疗 但是有时候 你个人 一来评估 其实有个重要性 比如有些screening 刚才那个 心脂瘤的tools 都是这样 就是 我来找出 我早点有这样的病 早点求医 就好了 但有时候 亦都可能会 你的评估 亦都定型了 是吧 sicestual label 定型了 所以那里 可以制造了 一些叫做 什么 你原本就是想好的 不知道是否这么严重 你充满善意的 但你去地獄的路 你太善意 但你这个方法 或者你用什么 角度 最后会留意 这些 context 或是 history 的情况 如何禁止我们的世界 其中一个 construct 就是说power 这个也是 我们的老师 马可怀特奥 他把这个福娥 另一个 法国的哲学家 福娥和power 和power relation 但是他不是说 一般就是 你老师有什么权利 或者 特首有什么权利 不是那些 只是说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 呈现了 power relation power relation 就是 定义什么 例如 定义什么 是问题的power 和knowledge 就是知识产生 作为一种power 的手段 就是 不一定是说 某一个当权者个人 而是 离慢了刚才说的 大罪事 例如 可能是 一个 mental health的论述 或者 福娥很多时候 研究 discipline and punish 和监狱 或者研究 研究很多 精神病院 他是一个 历史学家 他叫做 系普学 就是在历史里面 发生的事情 找回那样东西 某个概念 某个institution 某个practice 的内缘 其中一个 关于mental health 其实都是 under power 产生之中 有很多不同的人 不是一个 所谓 一个 权力者 建构出来 有很多不同权力的人 可以是psychiatrist 可以是精神科医生 可以是心理学家 甚至是社工 大家helping profession 的人 或者每一个人 都是建构 某些 一个grand discourse 那个具体 透过如何建构 这些东西 就是normalizing truth 定义 哪些东西是normal 哪些东西是abnormal 哪些东西是准许 哪些东西是不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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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东西是不能说的 当然在整个power level 里面 有不同人 有不同的位置 只说mental health 可能是刚才我说的 可能是psychiatrist cp 那些东西是什么 但是可能是大学 可能是老师 家长 也帮小朋友 可能都是定义的 这些东西的social discourse 可以是影响中 一个问题的现象 如何产生 而我们不知道 或者没有留意 刚才所说的 就是我们因为 活在一个语境 language contest 或者在一些大序市里面 我们就像是鱼在水里面 我们没有留意到这些 所以福安或者麦克威都提 我们可能就算我们做 做生理智利而已 就是一个对话而已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 是在运作中 我们都要留意 如果用回福安的比喻 就是说 原型监狱的比喻 就是power的运作 就像大家都在这个 那些团队里面被困住的 一些囚犯 原来我们 整天中间 就是仰望了一个 中间的cord tower 代表了那个power 就是那个权力 就是未必是某一个人的 这件事情 就是离慢了那种恐怖 或者自己的self-discipline 就是什么说得 什么不说得 随时都要自己 就是那个internalize 自己的self-discipline 那些都是那个 那个我们要留意的地方 如果不是就 就是进入了 就是自己定义了 自己有问题 自己都不知道 这里都有可以分享一个 可能分享一下 先看看 一个很短的video来的 我先看看 刚才就没有测试一些声音 你分享的时候 下面要按 有个按键是 分享电脑声音的 分享电脑声音 在你分享 按那个分享的画面 那里下面 下面应该有个tick 有得tick的 好 我找回那个分享画面 电脑声音 分享 哦是 tick了那个 然后再分享就行了 谢谢 谢谢 开头很小声的 应该是 有很多不同的 mental disorder 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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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中国人 片 面 的 雷 点 转 一 一 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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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